好棒啊 好棒啊 肉汁爆發 大家好 我是Mira 為了讓喜歡旅遊、喜歡韓國的小蜜蜂們 可以有一個更加即時交流機會 我開了Facebook社團 Mira與蜜蜂兵團一起玩韓國 大家可以在社團裡 分享你們在韓國的所見所聞 你們推薦的景點或是你們覺得好吃的食物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而我本人也會在社團裡和大家交流 更加有不定期的社團限定小福來送給大家 大家記得快點過來我社團玩吧 大家好 我是Mira 大家好 我是Mao 可能大家一看這影片 會覺得我們的妝品有點不同 我們去了整頭 然後順便化妝 因為我們化了一個Idle Makeup 所以其實近的有點誇張 但是很漂亮 並不是這次的重點 我們今天因為貓 是隔了七年來韓國 所以來韓國一定要吃什麼呢? 韓牛 沒錯 所以今天打算帶牠來吃韓牛 其實這間餐廳是我們剛才做的 那個老闆介紹我們去的 我們等一下留一套 打算狂吃韓牛 有沒有期待 超期待 因為我只是過和牛 然後我 就是對韓牛完全沒有概念 就是 很好吃 軟 然後雞化 哇賽 好吃 好吃肉的 我是肉食女子 然後這家是蠻有名的 所以叫150 好期待喔 到了到了 就是這裡啦 好漂亮喔 有什麼很美 哇 已經聞到牛香味了 我覺得很膠質的 好漂亮喔 這裡 很精緻 這個150 給大家看一下環境 遠看其實你真的會以為是隔跑的地方 然後落地玻璃 還沒落到地 但是大玻璃 然後因為吃牛 宵夜會大味 所以我們那些 內套啊 頸巾 全部都是它會幫我們保留的 對 我覺得蠻好 因為通常就是會 可能它會給你一個膠袋 但是這裡就直接幫你收起一件樓 通常是一些比較高級的餐廳 才會這樣幫你做 所以 它這裡是想營造一個高級的餐廳的感覺 是 也都感覺到 通常在韓國收入的水 都是一壺的膠袋 但是它們是這樣 還要是碎碎 好 哇 開心 因為貓說它想喝紅酒 對 我吃得好吃的牛肉 我一定要配紅酒 不然我覺得 對不起的牛肉 我覺得它們做到比較steakhouse的感覺 所以 它會有紅酒 你一般是沒有 有酥酒 那剛剛好 酥酒 現在我一定 不行啊 你一定不行 明天就去買 明天就去買 一點點 對 對 媽媽說要喝個紅酒 沒錯 這是鮮吃 這是鮮吃 這個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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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 好 好 好 其實通常吃韓牛 都是會有專人幫你燒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服務 因為韓牛實在太 比較貴的肉 所以我覺得餐廳老闆 是不想我們 可能有一點燒焦 或者浪費了肉 所以是專人會有人幫我們燒 大部份的韓牛店都是這樣 好棒啊 好棒啊 它旁邊的蒜好吸引喔 它旁邊的蒜好吸引喔 那妳吃飯我吃肉 那兩個都吃 好香喔 我在等到什麼時候熟 很想不吃 所以我這店也很帥 我用沙粉 有用沙粉 然後喝個腿 對 沒有我就問他可以上鏡 然後我就可以 喔 我以為妳是問他幾歲 沒有啦 哈哈哈 OK啦 哇 mice 喔喔喔喔喔喔 它很像steak真的 因為平常是有剪刀妳知道嗎 哈哈哈 它很有sense幫我們切三份 對啊 對啊因為它這麼有sense 我要拍一下它 好 下一個韓國小吃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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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客氣了 我先試它完美 我不點任何的調味料 因為它們用的韓牛全部都是一家家 就是韓牛裡面是最高級的那隻 看看 肉汁爆發 我們每次吃一粒 然後呢 哥哥就會這樣夾一粒過來 我覺得這裡的服務是很好 我覺得好像在吃色 如果我們轉刀叉的話就是steak 好吃 好美味啊 我吃過這個是 安心 嗯 趁熱吃 你看它有給我 它很美味 有 是長期的 stand by 真的好好吃 我真的覺得我全世界最好吃的肉就是牛 而且我發現它故意不同的熟度 我剛剛第一塊是最熟的 中間第二塊是沒那麼熟的 第三塊是最生的 其實這剛剛好 但是這首不好吃 我都是小甜的 只有random 好不好 好 現在是第四塊 是超生的 我覺得它好像吃鐵板燒的時候 它不是會直接在鐵板燒 然後撐撐撐撐撐 對 好像那個感覺 你看它又超切了 這個是tung shim 來來來來 我點什麼wasabi 嗯 好嫩喔這個 好嫩 啊 這好好吃喔 好 好牛喔 你知道有人特別到日本偷和牛的精子嗎 蛤 蛤 然後被抓起來了 這是日本人嗎還是外國人 不是外國人啊 這是偷去別的國家嗎 對 你想像一下它要怎麼偷 蛤 蛤 蛤 因為我很常看Yuma的影片 它不是會烤肉嗎 我就看他們只烤那幾片 應該是和牛吧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幾片薄薄的就夠 真的吃起來是太融化太油 就幾片可能五片左右就夠了 我喜歡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這樣比較的話 我覺得韓牛是它不會到太膩 我比較喜歡韓牛耶 可是我太久沒有吃牛排的和牛了 我最近都是吃什麼壽型燒 那一種 可以更薄的 就更薄 而且你是那種去燙的 所以可能 我感覺又不一樣 我有點忘記喔 我回去要吃一下 我覺得是取向的問題啦 其實都好吃 嗯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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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原來它是醬油 在裡面的羊肉 這是生的螃蟹 然後是你不吃的東西 我沒有 我不吃螃蟹 哇好正啊 好喜歡啊 我超喜歡吃的 完全不明白 好 你不用理明白 我就是完全不懂啊 醬油蟹 你真的 我就是懶啊 沒有你真的 喪失了一個 享受美食的機會 我們吃完牛了 然後想再點回來 我們打算叫冷麵 然後我就說 欸我不知道為什麼是起司 因為本身貓很想吃起司 然後她說 那你想吃我會吃 但我會吃一兩塊 哈哈哈哈 她說不吃 又會吃一兩口 嗯 所以就是想吃 好那我沒有必要吃 你給我一吃 我這間我最喜歡吃它這個 Size cheese side 它很能大 很大 嗯 嗯 嗯 真的不肥耶 這個 我可以吃很多塊 它比較水感 就是它不是油的 清爽 好吃的 好吃的 哈哈哈哈 好我們吃飽飽 然後她給了一杯雪糕仔 你這樣看是不是油很大呢 但是呢 你這樣拿呢 很小顆 好了我們吃完了 其實我們本身是打算點三份肉 然後再點點飯啊 湯啊 麵 以為是會很不飽 但誰不知我們剛才吃完完之後 是飽到不得了 我好怕你做什麼 覺得挺好吃 本身她覺得第一隻肉是蟹喉的 我家纖維有點粗 但誰知道是因為它不同的部位 每一個脂肪越來越多 所以它是最滿意 最後面那隻 Sai Chi Sai 其實我也是 我覺得那個level的脂肪 都是我來講 因為我不喜歡吃東西太膩 所以我就覺得是剛剛好 所以我也都推薦大家 Sai Chi Sai 真的挺不錯 蠻好吃的 好了今天的韓牛分享 就到這裡了 希望貓也喜歡這次的韓牛 好吃的 就是它有不同種肉 看你喜歡吃肥一點的還是瘦一點的 對 還是喜歡配紅酒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就是想要看氣氛 可能就是韓國風一點的話 就是平常一般可以吃到的韓牛 像西餐一樣的高級韓牛 這邊都挺不錯 整整地不會太多人 還有可以來預約的 如果來旅行的大家 可以用他們的line去預約都可以 好現在我們現在叫Tada Tada是像Uber一樣的東西 Tada Tada 哈哈哈哈哈哈 好如果我喜歡今天的分享的話 你要給個like 還有如果想看到的video的話 就可以subscribeMira的channel 還有貓的channel 好 那好啦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下次見 Bye Bye MING PAO CANADA